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集 陆二爷已经深知 今晚不可能买到橘子 不,不是今晚 而是这几个月都不可能买到橘子 所以,他要几个月都不能回去 坐在车里,望着灯火炫烂的城市 陆二爷的心情一下子就不好了 让他几个月不回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要怎样才能买到橘子呢 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他的万能秘书 秘书一听之后,也是一愣 总裁,咱们当地这个时候肯定没有橘子 废话 我当然知道,我们这儿现在没有橘子 你现在就告诉我,怎样才能弄到橘子 越快越好 陆萧没什么耐心 确切地说,是不能让小丫头等太久 电话那头为难了一瞬 这个季节想买橘子的话,只能去别的地方 现在开车过去,来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现在 秘书震惊惊到不敢相信 陆萧皱眉,将耳边的电话拿开了一些 别挣了他耳朵 再开口,语气不佳 你今天是耳朵不好使,还是我说的是外星话 从我们这边过去,最近的开车也要十多个小时 要不,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赶紧的,时间越快越好 陆萧眉头紧紧地皱了皱,直接将电话给挂了 十个小时,就算什么都不干,来回也需要二十个小时 这效率太差了,肯定会被小丫头吐槽的 他点了支烟,但是一口还没抽,又给灭了 现在小丫头怀孕,他得试着戒烟了 陆萧等了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样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拿起电话,准备给秘书打过去 吃人怎么了,办事效率越来越差了 不就是弄个橘子吗,又不是让他去弄糖松肉 只是,他的电话还没拨出去 秘书的电话就先一步打了过来 什么情况 总裁,橘子是真没有 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外地旅游回来,带了一些炉干 您看行不行 什么叫炉干 陆二爷对这些,根本就是小白一个 哪里会懂什么橘子炉干的 就是外形长得跟橘子差不多的东西 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对,味道也差不多 橘子上火,而炉干还降火,绝对比橘子好 这个听着好像还不错 陆萧连忙说道 可以,马上给我拿过来 好,那我给您送到哪儿 陆萧看了眼外面,说道 算了,您那朋友在哪儿,我自己过去拿 好,我把位置给您发过去 好,就这样 陆萧挂了电话 电话那头,秘书一脸的委屈巴巴 办了这么大一件艰难的事情 总裁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总裁果然是不爱他了 废话 总裁心里现在只有他的小丫头和没出事的小小丫 陆萧拿到炉干后,仔仔细细地看了看 跟橘子像又不像 他还是不太放心,担心被小丫头看出来 于是又把车灯给打开,仔仔细细地看了看 反正他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 所以,就这样吧 没准小丫头也看不出来 最后,陆二爷喜滋滋地提着一袋炉干回家冒充橘子 扛进家门,就听到有人在说他 陆萧的脚步微微一顿 老二这是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呀 妈,别等他了,他今晚肯定赶不上回来吃饭 为什么赶不回来啊,他是有事吗 二哥给悠悠买橘子去了 悠悠说了,二哥要是买不到的话,就让他别回来了 你这丫头,就知道折腾你哥 没瞧你哥都瘦成什么了 那我就是想吃个橘子而已 怎么就折腾他了,我又没要天上的星星 这个季节,你跟他要橘子 这跟要天上的星星也没多大区别 所以啊,我就是要试探一下他的诚意 陆萧抬步进屋 我回来了 听到他的声音,刚才说话的陆悠悠和陆母 还有余孝都走了过来 陆悠悠第一眼就看到他手里提着的袋子 里面是黄亮亮的橘子 他惊喜又激动地跑了过来 哥,你真的有买到橘子了 嗯,都是你的 陆萧将袋子给他 那样子,就好像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盖世英雄似的 太好了,有橘子吃了 陆悠悠接过橘子 就跑去沙发那边一个人吃了起来 陆母看了看开心的陆悠悠 又看了看眼前的儿子,问道 你在哪儿买的橘子啊 街上买的 陆萧看了母亲一眼 就镜子去了沙发那边 小丫头这会儿正开心呢 过去讨个赏 陆母愣了愣 对于笑问道 现在几月 还不到五月 其实于笑也是没想到 陆萧能买回来橘子 毕竟 想到这里 于笑不自觉地朝陆悠悠喵了过去 只见他吃得正欢快 好吧,他高兴就好 但是很快就有不做美的事情发生了 陆母原本是准备开饭的 但是看陆悠悠在吃橘子 就让人稍微迟一点再开饭 陆白和于笑都同意了 也表示不饿 一家人都坐在沙发那儿聊天看电视 太太,下午三少怕人给老爷送来了一些西藏那边的婉菊过来 说什么冰山里冰镇过的 味道好得很 还具有开胃的作用 我给大家洗几个过来 大家尝尝看 庸人端着一盘橘子过来 陆悠悠一听这话 手上剥鲁干的动作一顿 头偏过去 只见庸人手中的盘子里摆着几个大小不一的橘子 皮还是青色的 跟他手里这黄亮亮的橘皮完全不一样 陆悠悠看了看陆萧 而陆萧也对着庸人端过来的橘子发懵 不,确切地说,大家都有些发懵 今晚原本该是稀罕的东西 却好像有点丰富呀 只不过,这到底哪个才是橘子 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一点 所以,最后的目光都投向了一个人 陆二爷 陆萧也是郁闷